疫情近年来就像是悬在众人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一样,让人坠坠不安。 最近,受香港疫情的影响,一周之内就已经超过20位TVB艺人陆续确诊。 在2月24日,TVB正式宣布,所有剧组全部停工。 今天为大家盘点的是七位确诊艺人。 1.罗乐林 年过70岁的TVB知名老戏骨罗乐林,自曝已经初步确诊阳性。 目前,罗乐林已经回到了家中,进行自我隔离。 据透露,罗乐林目前只是出现了流涕的并发症状,其他并没有太明显的反应。 精神状态这些都不错,家里也有感冒药,所以让大家不用过多的担心。 罗乐林出演过许多经典电视剧,饰演过许多经典角色。 在《神雕侠》里中饰演杨过,是第一代杨过。 《大时代》里,刘松仁的旧友夜天。 《忘情阔少爷》里,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奸商高震豪。 《创世纪》里,郭靖安的老爸马成才。 《雷霆扫读》里,一位误入歧途的警察等角色都是罗乐林。 他在TVB是资深绿叶王。 罗乐林的事业无话可说,但感情却比较失败。 罗乐林经历过两段婚姻,不过均以离婚告终。 罗乐林与第一任妻子生过两个女儿,后来因种种不合适导致离婚。 罗乐林的第二任妻子是乐剧名林陈宝珠的妹妹陈宝仪。 当时的两人地位差别很大,女强男弱,但好在女方的父母非常宽容懂理。 1982年,罗乐林和陈宝仪结婚,婚内育有三名女儿十分美满。 结果二人却突然在2011年宣布离婚,他们没有对外公开离婚的原因。 让人惊讶的是,两个人在离婚后的关系十分亲密。 离婚后,陈宝仪依然与罗乐林同居,而且同居了好多年。 罗乐林也没有任何意义,甚至还外出做工人,补贴家用。 罗乐林今年已经78岁了,但她本人是越活越年轻。 希望罗爷爷能够早日康复,健康长寿。 二,张松芝。 实力演员张松芝在自测过程中宣布初步确诊。 感觉像患上重感冒,喉咙痛,头晕,身体非常疲惫。 长相俊朗不凡的张松芝演出机会颇多。 曾参演过《刑事真机档案2》、《见证实录》等多部经典影视剧。 只是TVB人才济济,张松芝始终没机会演男主角。 心灰意冷之下,她选择了离朝。 然而,受不可抗力影响,张松芝的工作量大减,收入比较低,要省着用。 乌漏偏逢连夜雨,张松芝在确诊之初,打不通医院电话。 看私家医生,人家也不理会。 只能自行在家隔离,无奈通过新闻途径公布。 也难怪张松芝会求助无门,因为近来确诊者实在太多,医院早已爆满。 据报道称,张松芝在初步确诊之前,长期活跃于影视片场。 近期与张松芝同剧组拍戏的古天乐,成为了网友们第一个担心的艺人明星。 而一向做事低调的古天乐,在事件被爆料出的第一时间,选择发文报平安,让粉丝不必为其担心。 3.张伟文 现年65岁的歌手张伟文,晚年病痛缠身,行动不便,独自住在养老院生活。 不幸的他,前几天也确诊新冠。 张伟文是知名歌手,经常给陈奕迅、荣祖儿、梁永祺等人合音。 多次翻唱圈内经典歌曲,有《亮声王》的称号,代表名曲有《处处是家乡》、《离别的丁宁》、《人在横击》等。 由于张伟文是长期病患,养老院立马将他送到医院,但确诊人数特别多,各大医院都人满为患。 无法及时安排张伟文入院,他在户外帐篷里忍受着寒风大雨,足足等了十个小时,才被送往急诊室的病房里。 张伟文原本就有很多基础病,脑退化也非常严重。 感染新冠病毒后,又吹冷风受寒,多重打击让他的身体不堪重负。 住院八天后,张伟文的病情反而加重,情况不乐观。 再加上张伟文持续高烧不退,抵抗力越来越差,药物并没有及时控制病毒蔓延的速度。 不仅如此,张伟文的血氧浓度还非常低,每天都必须带着四度氧气机帮助呼吸,才能勉强维生。 医生委婉表示,很多年老的患者确诊新冠后,病情的确会突然间恶化。 如果张伟文治疗效果不理想,出院后很可能瘫痪在床,每天都必须带着呼吸机。 医生甚至直言,我不建议让病人受苦。 一个人上了年纪,最担心的事情有两件,一是子女不孝,二是久病缠身。 偏偏张伟文一生无儿无女,他某一任前女友曾生下一个儿子,不过女方不让孩子和父亲见面,父子俩非常生疏。 张伟文晚年一直在养老院里生活,监护人是方骏。 两人没有血缘关系,但感情比亲生父子还要好。 此次血诊,方骏每天都很担心。 疫情期间,家属无法像平时一样守候在患者病床前照顾。 方骏也只能多方探望张伟文的情况。 希望张伟文好人好运,能坚强地挺过来,早日康复。 4.李文心 据知名媒体报道,有线新闻主播李文心初步确诊为阳性。 然而,李文心在早已有明显的病情症状的情况下,却坚持上班不上报,引得同事人人自危。 李文心的外表高颜值,主持风格亲切,深受观众喜爱,有着TVB主播一姐的称号。 一直以来,她的口碑人员巨佳,鲜少传出负面新闻。 此次,香港疫情形势严峻,有不少演艺圈名人都传出确诊的消息。 在这个节骨眼上,李文心通过快速检测后初步确诊为阳性。 然而,她仍出镜播报新闻。 播报新闻时,声音沙哑,还鼻色,看上去格外困倦。 确诊前几日,李文心的身体已经发出了警告。 李文心并没有及时上报,甚至还多次否认自己身体不适,坚持上班。 因为工作性质,李文心这几天工作时还一直没有戴口罩,也接触了许多同事。 确诊阳性的消息传出后,新闻部的同事人人自危,大家纷纷检测,并对新闻大楼进行了全方位的消杀。 李文心此次的行为,也让她受到了许多人的非议,完全不顾忌传播风险,也不顾忌周围同事的身体安危,更是对自己身体不负责任的表现。 因为李文心的这场风波,有线电视方也调整了防疫措施。 敦促,无论是主播还是工作人员,工作时都要戴上口罩,降低风险。 5.张明雅 张明雅是2012年的香港小姐选美冠军,前段时间刚刚宣布离朝TVB。 据了解,在前几天,张明雅就在社交媒体公开透露过她的两个儿子,Mario和Milo初步确诊。 但是由于目前形势严峻,两个儿子只能留在家中隔离。 为了防止被传染,她和丈夫在家都是戴着口罩以及护目镜和两个儿子进行接触。 在最严重的时候,张明雅的大儿子Mario甚至发烧到40度。 好在目前孩子已经退烧,两个儿子的病情得到控制,情况渐渐好转。 但很遗憾的是,张明雅在最新的一则《社交媒体》上自爆。 她在照顾两个儿子期间,还是不小心被传染了。 目前已经正式为初步确诊。 张明雅还透露,自从那两个儿子被确定为初步确诊之后,他们一家四口,一直没有出过门。 张明雅家里每天吃的水果、饭菜,都是亲戚替他们采购,然后放在她的家门口,等着他们去自提。 据悉,张明雅的冠军是因为当年投票系统瘫痪,改由现场嘉宾投票,而意外将港姐冠军的头衔收入囊中。 签约TVB之后,张明雅的演艺事业发展并不顺利。 但在感情生活上,张明雅却遇到了真命天子。 她在2016年正式嫁给了交往多年的律师男友,成功升级为幸福人妻。 婚后,张明雅生了两个儿子,演艺事业一度中断,直到2020年才慢慢宣告付出拍戏。 如今张明雅一家四口,有三个都确诊新冠,希望她们能够尽快康复起来。 此外,张明雅还承诺,如果她们一家四口之中的任何一个人自我检测不是阴性,她们都不会踏出门半步。 这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别人负责。 六,陈嘉惠。 现年25岁的陈嘉惠被报初步确诊,需要进行自我隔离。 陈嘉惠最近正在同陈伟以及周家洛等人拍摄TVB大制作剧集《回归》和曙光, 涉及到非常多的台前幕后工作人员。 作为主演之一的周家洛,也被爆出了初步确诊,情况可以说相当严峻。 所幸,同剧的女主角陈伟早前在接受传媒采访时透露, 她已经做了多次快速自我检测,结果都是阴性。 此次陈嘉惠突然被爆出初步确诊的消息之后, 她的不少粉丝朋友都相当担心她的近况。 在早前播出的剧集《爱上我的摔神》中, 陈嘉惠首度担任女主角。 在剧中,她甜美的外形加上薄俗的演技, 都给外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同时也收获了一大批新粉。 可能是为了低调处理, 现在陈嘉惠并没有在社交媒体上公开发表自己的近况。 陈嘉惠的最后一条贴文还停留在三天之前, 分享的个人生活照。 相信陈嘉惠在调节好状态之后, 就会在社交媒体上报平安。 7.周家洛 最近一段时间,正值事业上升期的周家洛异常忙碌。 不仅参与了大制作剧集《回归曙光》的拍摄, 同时还正式宣布了重回《爱回家之开心宿地》剧组。 周家洛的初步确诊, 令TVB整个电视城都有点猝不及防。 由于周家洛正在拍摄的剧属于TVB今年的大制作剧集, 接触的台前幕后工作人员非常多。 目前高层已经下令, 整个电视城全面停工,暂停所有录影, 并且逐一开始对电视城里的拍摄工厂, 艺人化妆间进行消毒、清洁。 同时还发出通告, 要求公司艺人进行自我检测,防患于未然。 周家洛现年才26岁, 绝对算得上是TVB的希望之星。 一出道就在已经播出五年, 拍摄超过1500集的《爱回家之开心宿地》里, 饰演主角金城安。 几年前, 周家洛还意外拿下TVB万千星辉颁奖典礼的最佳男配角。 年纪轻轻的周家洛, 于是成为了TVB90后小生中的领军人物。 这次更是参与TVB的大制作电视剧, 但是仅一周的时间, TVB就有超过20位台前幕后的工作人员陆续确诊。 可见整体情况十分严峻。 疫情尚未结束, 千万不可麻痹大意, 希望周家洛能够早日康复。 当然也希望各位艺人能够平平安安, 保重身体, 在拍戏的同时也能够注重防疫。 愿疫情早日远离我们。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的所有内容。 大家有什么意见, 欢迎在评论区踊跃发言。 别忘了点赞分享哦! 这个光源通知装给他们评论区发言。 flame shuttle